春節前最後一個上班日 南門市場擠爆 這攤線做手工蛋腳 人潮一路排到門口 過年那個餃子黃黃的像元寶 我們原味香菇是賣最多 現前蛋皮包進肉餡 看起來就像金元寶婆媽就愛這一位 翻個兩三倍三四倍 很難算耶 真的太難算了 因為量太大了 加班啊 他們已經兩個月吧 兩個月都沒有休息 熟食攤同樣擠滿人 民眾拼命往玻璃隔板上面靠 手拿小鈔挑年菜 象徵財庫飽滿的豬蹄膀賣最好 春節前每天可以賣出100格 功夫菜冰糖醬鴨 和冰糖蓮藕也是招牌 我才說看起來 兩小袋4700多 要拜拜要準備12道 就是一盤一盤拜的 所以這樣子會比較方便 明天怕人太多 剛好在中間這樣子 春節球步步高升 應景的松高 員工也是守眉庭 民拼命趕工 單對比另一頭的迪化街 就像空城 街道上人超少 年貨袋子上貼著禁止試吃的貼紙 街道兩旁禁止攝灘 少了年味的年貨大街 和往年相比 堪稱歷年最冷清 都沒有生意啊 都沒有生意啊 差了人多 雞巴醜油 春節倒數市場擠爆 迪化街人少兩樣勤 記者林翔成進台北 菜坡報導 阿翔成進台北 小城市場擠爆 與四角形成為